这一份民调当中我们看到 对于台湾好感度是77% 我说巧了 我特别还去看了一下去年的排行 同样排第六名 同样也是77% 就这么刚好 但是我要说的是 现在我们看到 41%的受访者 是把中国视为当今最大敌人 然后中国连续四年 是美国人心中头号敌人 你光看41 你可能无感 可是我一看去年的数字 其实它是50 从50%是降到了41%了 反而对于美国 看法好像越来越负面 因为在去年的时候 只有1%的反感度 可是到了今年 反而升高到5% 所以这也验证了许多专家 认为说美国才是最大的危机 是这样吗 我谈这个部分 我补一点点 刚刚我讲 香港的论坛当中 这两天就在提 我看到一个角度很有意思 就讲到有这次我们这个当中 因为有这个中式 实际上讲可能是海龙挖兵 他说被提 有人提到说 现在可能被扣下来 是认为可能有点价值 因为现在对于金门当中 究竟受到多少美军方面的训练 跟美军实际基层 所以现在只要有现役军人 烙在中俄大陆的手里 要好好的了解一下 特别到基层面上 对于美国当中的训练 如果特别是像海龙挖兵 特种部队 因为我过去我自己是散兵 特种部队 海龙挖兵他都要到我们下基地 我对海龙挖兵非常非常熟悉的 所以他们无论从战力 不要看中式是什么 他们当中自己的作战能力 可能都很强 而且我相信 一旦真的是中国大陆 现在在手上来讲 可能原来要交接都已经谈到 已经都要交了 为什么突然缓冲或停止 可能还是有一些军事上 需求的思考 我补充你这样的看法 回到这个题目 我觉得很有意思 当然这是历来 其实固定 甘露普他们在做的部分 以他的样本来说 大概一千人 其实也有一点他的规模 而且就他确实统计的部分状况来讲 但我觉得这个东西 其实比较 仍然还是不意外的 当然对比去年 可以看到在到今年当中 其实按照道理 就看你新闻怎么写 你现在写要降低吗 对吧 但我们看这个数字 明明应该你的标题 应该是 对于美国方面 一般民众对于中国的仇恨值下降 应该可以这样 对 按时不是这样 但他当然不会这么做 只是说在这里头 我们还是要抽四拨减去对比 才能对比出来 在当中其实还是有些不同的角度看法 我认为就像刚刚已经提到的 比较值得重视 是美国人对于自己国家当中的 对自己United States 当中你不要看这个5%的比例 从1%到5% 表示对这个国家有很多的疑惑 甚至有很多的不满 其实要在这样子的 这个幅度上来讲 也还是可以移管亏报 虽然他只是一个民调的状况 但其实今年我认为这个部分 我们都要注意 所有的牵涉到政治跟观感的民调 一定要注意他的timing 这个时机点上 虽然他是固定在做的 但今年因为已经开始来到了 有关于美国大选 即将如火如荼的 要赶快正式的对决了 到这样的时间点上 其实中国议题毫无疑问 现在包括这几天 川普在讲要抽100%的 对中国的所有的汽车 等等的这些放话 放大招放狠话 现在依然是在美国选情 跟美国在国际政治的 这个话题当中的主流 我觉得你看起来 今年也不太可能能够回避 而且不只是对中国观感 乃至从中国的负面观感当中 已经具体延伸到 点名他各式各样的产业 TikTok 包括中国的电动车 等等的 后面会更细化 也就是说对于中国的仇恨值 在美国大选 跟美国社会的动员 接下来会有更多 更细化的讨论 而且讨论当中 即使他不见得是 真的是40多% 民众的意向 但这里头只要带动了 一些对话跟撞击 包括现在我们也看到 在TikTok当中 很多年轻人 包括很多使用TikTok当中 也开始反击 在整个美国国会当中 在反对于中国的这个态度 这种撞击感 其实会燃烧 对于中国大陆的当中的 美国的观感 而这些民调恰好会提供 这样子的社会的动荡 美国社会的动荡 有更多的这些数字跟材料 对啊 就是继续去搞TikTok 继续去弄 继续戳 继续去进 那可能5%就不只是5%了 等着看 来丽将军 我们来看一下 在军武方面 现在说 我们要在今年年底之前 大致完成外传设程 可达1200公里 达中国内陆的 增程型雄二一地对地 巡翼飞弹 怎么样 很有威力吗 可是现在也有专家说 有些人在主张 那个非对称战略 简直是把台湾 放在绞肉机 用这样来形容 其实不对称作战 是李喜明先提出来的 他倒不见得是 绞肉机的概念 就是说我用 想办法就是 我们讲 阿兹底则剑 如果说是我跟你 打架的话 一个巨人 我能够砍断你的 阿兹底则剑的话 可能你就没有战力了 那我是不是有这能力 那现在来讲 我们发展这个雄二一 确实是可以做到源头打击 往北 他这1200公里 是什么概念 往北的话 可以打到北京 往西的话 可以打到重庆 可以射程到那么远 也就是说 这个区域里面的 所有这个解放军的 所有重要的军事设施 只要是美国提供 给我们情报 一个正确情报 他们基地所在的位置 比如说我们来讲 我们当然是希望说 他的这个导弹 射阵地的位置 事实上这个 上次好像已经泄密出来了 大概所有的 各个导弹旅的位置 大概我们都已经掌握到 已经公布在网络上面 所以我们应该也有 这方面的资讯 那对解放军来讲 确实是一种威吓的力量 如果说有这种武器来讲的话 对解放军 他们这些 对我们 不管他东风17 东风21 这些导弹基地 我们知道他明确的 坐标位置来讲的话 用这种雄二一 确实是可以 做源头打击的工作 但我想说战争来讲的话 本来就是这样 之所以说你要 对称还是不对称 其实我们自己台湾方面 国外部有很长的一段时间 争辩了 刚开始是 李启明提的不对称作战 他虽然说是海军出身的将领 但是他认为说 我不要把钱去盖那么大的军舰 打仗的时候我得不到效果 我反而去发展小型 我纯粹就是防卫的需求来用 我用小型的舰艇 我就可以就像乌克兰一样 他一个无人艇 我就可以攻击掉 打掉一下大型的 这个登陆驱逐舰 那确实也是一种战术的思维 那鉴于那思想来讲的话 就是什么 就是你要考量到 你的敌情威胁有多大 那你自己国立的这种 国家的生产能力 经济能力有多大 你才能够制定你一个 完整的一个战略思想 那用这个战略思想 国防的思想 你才能够 后续才知道 你去发展什么样的武器 我觉得这个是 整体的一个思维程度 那现在来讲的话 我觉得不应该局限于 将来我们台湾的国防 不应该局限于 陆军或陆海空三军的 这种这个本位主义 应该基于国家的需要 来做一个考量 因为我们毕竟来讲的话 面对是一个大的 很大的一个强大的一个敌人 那我们自己台湾 又属于这种 比较弱小的一个位置 那敌情威胁确实是很大 在这种状况之下 如果说我们没有 很强的生产能力 我们没办法做 军备发展来讲的话 我个人来讲是认为说 发展不对称的一个作战方式 因为就像是这些小艇 无人艇 我们可以放在 台湾西部海岸 各个沿海的港口 其实比发展 你去发展那种 雄二一的飞人来讲的话 我们就防卫效果来讲的话 可能会更好 那也由乌克兰战争之中 也得到这些印证 它一些这无人机 要干嘛对坦克来讲的话 都可以产生 很大一个伤害力 我觉得这是我们必须要 思考一个建军一个方向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 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 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 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 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 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 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益生菌 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 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 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 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 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